歌樓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在他里面身根建造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而事实上当时的聚会当中 就如我所说 有很多这些章节 不同的问题 扰乱秩序 这些吵架的事情 因为当时来说 早年人们还未对聚会认真的 但问题就是 在整个因果下 我最享受的是 当时上台分享的这一刻 每个星期聚人在的 就研究这些信息 然后上台分享那一刻 因为那份的因果 让我好像短暂 是从现实当中脱离了 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去了一间很原备的教会 对着一群很爱主的鼎子 才会分享 但当然 今时今日 我却真的看到现实 但问题是 方向就是 当年 我相信很多人 摆在那个光景当中 应该会漫无目的 这个事情 为何搞到香港 这么多年 都出不了一间 似的样子的教会 但当时 因为这件事 就是带领我走到今天 去建立到 石安 有现在的光景 而事实上 可以说问心那句 开始 头一两年 我做得非常吃力 而且不成熟 因为是一个开始 因为 是不是有人 是成为我榜样 或者有人在身边教我 没有的 其实 只不过就是 我憑空去想出来 而行不行 我都不知道 只是 可以说 没有证据 没有前人的榜样 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是可以的 这个真的 当时可以说 用的信心 可以说 当时是很宝贵 很大 因为用很多信心 因为那个只有 神的话 这种形态的应许 因为神的话 通常是很大为底下 应许的 不会这么仔细地 你在香港 都会有这些 你教会遇到这样的光景 你都会解决这些问题 不会这么仔细的 很大为底下 告诉他 革虑那家级的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你不要想着这些经文 在香港教会 一定普遍很多人都相信 不是的 你如果告诉别人 或者牧师 他们会痴笑你的 他跟你说 我都够认识神 不过你 你这些 这样做法会 work 你不用说了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我都会和牧师分享 我做事的做法 因为通常我都会这样 如果教会 不超过300人 我不会给意见 一个30人的教会 但可能你意想不到 当我超过300人 去给意见 一个300人教会 不要说他都不听 我们教会 我们超过1400人的时候 我告诉一个30人教会 的牧师 他都不听 你知不知 他都反过来 觉得有很多东西 要教我 你能不能想像 香港有这样的牧师 但是一定也是 而那个牧师 已经在香港当中 叫做好那批 你知不知 叫做最好那10% 就是会有这样的人 你知不知 当然那些 只是搞 又是晚会 那些不计 那些都不是教会 那些是社区 如果计算那些人 不如计算YMCA 就是 Freemason去开始 这些教会 如果计算那些 我说那些 真是直着神的恩高 和港道所建立的教会 在香港很多时候 都是有这个问题 尤其是早年 只能够接触这些 但是感谢主 好在早年 只能够接触这些 因为如果早年 接触一些 真的在现在 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出卖了灵魂 而使得自己的教会 人数增长 那些教会 我早年接触他们 以我当时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始终你 你跟着他们 他们教会有 一、二千人 或者二、三千人 只要你出卖你的灵魂 你只要用这些社会福音 你便可以吸引很多人 就像新加坡的康熙 如果我们早年 接触他们 那就有我了 但感谢主 当我们教会 千多人的时候 康熙又来到香港 那时候 他有千多人 我又有千多人 有机会和他聊天 幸好我们早年 已经达到这个标签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我仍是三十多人 康熙是千多人 肯定我一定会走他的方向 我一定会羡慕他的方向 因为那个 有时不是为了 纯粹利益 因为有时 就算你的动机对 你都会被身边的环境 骗了你 为什么 因为他带了几千人 几千人信主 那些人灵魂很重要 但当然 如果你小时候 用不择手段 开始的话 你都不能够 不用不择手段 去继续 因为那些人会 了手散 那些人 当然是当时不知道 但感谢主 幸好当时没有遇到这些东西 只是遇到困堆 遇到大量的肥田鸟 现在当然 遇到更多这些化学肥 就是那些人工制造出来的 架伏氢 就变成了那些 最多都是成为肥田鸟 就不会成为一个毒素 在我生命当中 所以 感谢主 就是无论我年轻的时候 即是说 中一中二的时候 又或者 甚至我成为一个 你们的牧师的时候 23岁半的时候 我身边的人 都是看不起我 因为 如果他看起我 就惨了 就容易带坏我 所以 有时 我们在人生当中 不是常常要自怨自艾 有时有一利 亦有一弊 如果我在我年幼的时候 年少无知中一的时候 反而有人去看起我 或者可怜我 他觉得为我好 那些开派对的 那些 常常去跳舞 常常去认识女朋友 日日换女朋友 那些 那些同学 如果看起我的话 如果想着 带着我 带着我进队 的话 就大件事了 当时我不会为 我自己将来的太太 去预备好自己 因为已经可以了 已经单凭别人的怜悯 我已经可以在社区当中 得到我要得到女朋友 我会不会再花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事实上 你能够想象 我中一至御科 所做的都是很微薄 很少的 不是有什么长进 因为始终未信主 所以能够对比当时 即时可以跳入这些派对 即时可以跳入这些朋友 去拥有这些女朋友 我肯定当时 我一定会被这些事情迷惑到 明白吗 所以感谢主 在当时有这个情况 但是也是因为 这些微薄的改变 让我能够真的信主 在我自己的人生的内涵当中 改变 而能够有一位延内座 这个在我身边 就是一个榜样 但是当我再次遇到 就在教会界当中 我走这个方向 或者是 回来开支教会 又是了 没有人拉我入队 你可以说很惨 但是那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好像药室 被十个哥哥去卖了一样 你说很惨 但如果不是这样 那怎么去到埃及成来宰相呢 在当时也是 如果我突然间会被一些 或者当时香港已经有 过千人教会 或者是过千人的灵恩教会 又看得起我 又拉我 入队的话 那我就分不清 什么是对 还是错 明明啊 始终我也是刚刚开始 在我来说 当时是很简单 就是打人信主 我没有打算做什么大牧师 或者是 带领人去进入神的 时代计划 我打算有什么复兴 我在旁边 尤其是立喊的 所以如果有人拉我入队的话 可以的 我做他的副手都可以的 但是他不是我 回来香港所受的待遇 就是被人排斥 每个人都害怕了我 因为我不知道当时 感谢主我 开始回来香港的 喜手式 就是身边的人 或者牧师 是难以匹敌的 启示的灵 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 只要我开口分享的时候 我对圣经的那种陶醉 让人一听这些诗经 他们都很陶醉 他们都突然间 对神的话 可以说是刮目相看的 而这些东西才 引起了宗教邪灵的憎恨 附在这些牧师身上的 宗教邪灵就不断攻击我 不断攻击我 不断追着离砌 但是感谢主 所以便在那个光景当中 导致我当时没有迷茫 因为反正 对外 我都没有出路了 全部都是排斥 不如我就做回 我一向知道 在中一 照预科这些短短的六年里面 所做的方向 就是使我自己 成为一个佩德的人 所以我考虑的事情 不是使我尽快成功 又或者有更大的成功 我考虑的就是 全部在内心当中 在神的面前 是否可以配得呢 如果我以前 为到我未来的太太 都这样做 我现在为到未来神 去与我同工 我做些什么 是配得圣灵和我同工呢 当然 听神的微小声音 当然 我说的是 关于道义的问题 当然 我说的是 当我发现一个 比我更有才能的人 我一定应该要让位 诸如此类 这些 我是很早年都已经 去考虑过 而事实上 我也是很多次的 讯息当中 跟大家分享 歌楼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在汤里面身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门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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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以上